说到澳门 许多人第一时间就想到何鸿燊家族 不过或许许多人不知道 何鸿燊家族并不算是澳门最有实力的家族 中国实力最强的何氏家族并不是何鸿燊这个家族 而是何贤家族 何贤家族堪称是绝对是隐形首富家族 说到何贤 许多人可能不认识 何鸿燊有4个妻子 16个子女 何贤更是有5个妻子 总计有6个儿子 7个女儿 论对财富跟影响力 何贤家族远远在何鸿燊家族之上 只是何贤家族非常低调 所以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何贤有一个外号叫做澳门王 看到这个外号 你就知道它的影响力 何贤在澳门就类似霍盈东在香港的存在 何贤在世的时候也是澳门的华人领袖 何贤不仅仅为澳门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另外 如今广州的大石大桥 还有洛西大桥都是何贤捐献的 可以说何贤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传奇人物 当年的澳门 何贤总是吉人所难 所以成为澳门人的领袖 何鸿燊当年要进澳门 搞博彩生意 如果不是何贤答应了 何鸿燊根本无法在澳门立足 何贤1908年出生于广州 他的父亲也是一个生意人 何贤13岁的时候 父亲生意失败 何贤选择放弃学业 外出谋生 为父亲减轻压力 于是何贤就被父亲送到一个粮油店当学徒 父亲看着何贤瘦小的身体 几乎是含泪把他送入粮油店的 不过何贤做事非常努力 不到两年就成为了老板的好帮手 这个时候 何贤已经成为了广州粮油界的小名人了 16岁的时候 何贤就被竞争对手挖走 成为了顺德福云号的掌柜 何贤管理下 福云号的生意越来越好 何贤也因为工作的原因开始走南闯北 何贤也因此大大开阔了眼界 何贤的野心也越来越大 何贤也开始接触到银号这个生意 何贤跟父亲商量 打算自己开一个银号 何贤认为当时时局动荡 纸币价格波动非常大 何贤认为如果把握好机会 想要赚钱是不难的 父亲虽然希望儿子更加稳重一些 但是他也十分欣赏儿子的勇气 于是父亲就拿出200银元 支持何贤创业 何贤拿着父亲的钱就加入了广州的金融市场 不过何贤非常聪明 他挂了一个宏记的银号招牌 不过事实上 他却连店面都没有 何贤每天就在广州的酒楼跟茶寺跑 然后给做纸币跟证券的吵架当经纪人 何贤这个生意是不需要成本的 只要找到客户 然后介绍给这些吵架就可以了 这样的五本生意 其实五本事非常低 几乎等于是空手套白狼 何贤为人聪明激进 而且何贤为人讲义气 认识到了不少朋友 因此他这生意很快就做得风生水起 何贤的名气越来越大 许多吵架反而主动找到何贤 希望跟他合作 1929年的时候 何贤认识一群好朋友 于是他就跟何善恒 马子登等人一起筹集一万元 开了一家真正的银号 何善恒也就是后来香港恒生银行的老板 香港如今知名的恒生指数也是何善恒发明的 就在何贤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战争爆发了 何贤不得不转移到了香港发展 当时何贤的哥哥何天也在香港发展 后来何贤的哥哥何天就跟何善恒在香港创办了恒生银行 这是香港的第二大银行 规模仅次于汇丰银行 不过随后香港也沦陷 何贤只能转移到了澳门发展 澳门是一个只有15平方公里的地方 许多人没去过澳门 可能无法想象澳门有多小 这么说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面积比整个澳门还大 澳门当时非常落后 几乎就是一个小渔村 人口也只有十几万 当时澳门最大的生意就是公开的博彩生意 那个时候澳门的赌王是傅老柔 他在1937年成功拿到了澳门的博彩专营牌照 逐渐成为了一代澳门赌王 何贤对于博彩生意没有兴趣 于是就做起自己的老本行 何贤很快就认识了当时澳门商界的巧楚人物马万奇 马万奇当时跟傅老荣合伙开了一家大风银行 何贤被聘请为银号的经理 很快何贤就成为了澳门金融界的大人物 何贤随后建议澳门在本地印刷澳门币 并且由何贤出面找到一批江湖朋友 让他们冒险回香港 运来一批印纸币 稳定了澳门的金融市场 何贤也因此而名声大噪 许多人不知道当年澳门最大的利润来源并不是博彩 而是黄金市场 在香港沦险之后 大量的黄金炒家涌入澳门 何贤成立了和安公司 拿到了澳门黄金的专营权 当时黄金生意的利润几乎是博彩利润的十倍以上 何贤很快就成为了澳门的大富豪 随后又陆续开办了印染厂 纸厂 火柴厂 石粉厂 酒店 地产公司 公共汽车公司 自来水公司 石油公司 成为当时想吃港澳的超级大富豪 随后多年 核心一直跟北京保持好的关系 并且在1954年就开始担任全国的政协委员 随后又担任常委跟人大常委 当时在澳门 连港督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只要和弦出面就可以解决 和弦大公无私 常常为澳门老百姓出头 他常说 钱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一生捐款无数 澳门的第一家大学 东亚大学也是和弦捐款建设的 其实能跟霍英东相提并论 就知道和弦的地位有多高了 多年 和弦家族为内地的经济发展 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可惜的是 1983年和弦因病去世 当时才75岁 在和弦的葬礼上 有一个神秘大人物给和弦送来一副晚联 上面却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福 这个字也体现了和弦在港澳企业家圈中的地位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香港商界传奇 放弃美国国籍 超越李嘉诚 终结何鸿燊赌王之位 说起澳门赌王 我们最先想到的是何鸿燊 何鸿燊的确是澳门赌王 但这是2014年之前 2014年之后 何鸿燊在澳门的影响力就不如屡志和家族了 2014年 银河娱乐上市 吕智和山家暴涨 一举突破300亿美元 在澳门的地位一度超越何鸿燊 也就是这一年 吕智和成功超越李嘉诚 问鼎亚洲首富兼华人首富 而何鸿燊的总资产为700亿港元 也就是吕智和山家的四分之一 2001年之前 澳伯拥有唯一的牌照 尽管娱乐形式单一 却依旧是澳门博彩业的龙头 2001年改革之后 大量外资进驻 一张牌照编六张 吕智和也正是这个时间 借助着世界最大的博彩集团金沙成功进入澳门博彩业 2019年 澳伯营收为300多亿 净利润为30多亿 而银河娱乐的总营收为500多亿 净利润更是达到100多亿 且银河除了博彩业务 其他业务收入同样十分可观 最重要的是 吕智和家族非常团结 吕智和的两个女儿 三个儿子 分工十分明确 相较于何鸿燊 吕智和可谓是白手起家 同香港的诸多富豪一样 吕智和的崛起同样充满传奇 吕智和的祖父早年去了美国淘金 说是淘金 其实就是苦力 此后三代一直生活在美国 只是后来 吕智和随父亲回到广东 一家人选择了放弃美国国籍 1937年 战争的硝烟弥漫到了江门 8岁的吕智和随家人逃难到了香港 初中辍学后 吕智和便帮父亲打理制衣厂 和食品批发生意 香港市场萧条 吕智和知道粮食才是最重要的 便做起了粮食生意 1949年 吕智和有了属于自己汽车材料公司 生意是越做越大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 吕智和联合霍盈东做起了战后物资生意 靠这关系 吕智和将美军遗留的诸多骑重机 凯鲁机 挖土机运到香港 尽管没有本金 但靠着银行贷款 吕智和赚得盆满钵满 更结实了诸多香港富豪 随着生意不断扩张 资金不断累计 1964年 吕智和成立佳华集团 更是以1亿买下了一个矿场 当时的长江实业市值也不过2亿 随着石矿生意走上正轨 吕智和又开始进军建材 地产 酒店等行业 1987年 吕智和名下子公司达200多家 酒店20多家 佳华集团上市后 吕智和除了石矿大王的称号 也有了酒店大亨的美誉 但真正让吕智和声名鹤起的 还是他联合美国人成立银河娱乐 获得博彩经营权 终结了和鸿杉40多年澳门赌王之位 晚年的吕智和和诸多富豪一样 专注于慈善事业 不仅捐给北大1.2亿 还捐给清华2亿 几十亿成立吕智和奖 事业一帆风顺 吕智和却一直住在旗下的酒店 不曾回家 于是有人说 尽管是香港商界的传奇 却无家可归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